我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级女孩 我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级家庭 在去年的时候我接触了自媒体平台 我看到其他人说花饰品能够挣零花钱 有流量收益 我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每天挣一瓶矿钱水钱的初心 就是来到了自媒体 就是一做了我也做了一年多了 大家在镜头下看到我走路都非常的艰难了 但是呢现在的我也非常的感恩了 因为比起以前来说我的双脚呢已经好太多太多了 从以前我无法独立行走到现在 我虽然说走路姿势不好 但是我可以自己走得到 不用父母不用别人照顾到我 我自己的生活能够治理得到 没有做手术之前呢 我的双脚是弯曲变形的 虽然我一辈子都无法摆脱长级的命运 但是在十年前呢 我通过各方面的求助 做了一次矫正手术 现在就是双脚能够放平了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长级家庭中 我的父亲和母亲呢都是长级人 虽然我们身体长级 但是我们对生活呢 都是充满积极阳光的态度 我的父亲和母亲呢 依靠着他们的勤劳 每天在地里田里心情的劳动 也给我们就是树立了很大的榜样 像我现在就是得到了手术的改善 如果我的双手像你们一样 好好的的话 我也可以去上班挣钱 可是就是我的两只手呢都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做什么呢 都需要一双灵活健康的双手 主要就是我的双手也重度抢击 虽然说做不了事 但是我和妈妈呢 就是每天过着自己自主的农村生活 地里种菜就是我们的日常 我也非常感恩就是好心人们 对于我的关心和帮助 昨天收到了一个好心网友 赞赏了28元 感恩有你